持續帶來關心台東地區受到這個颱風的影響 目前現場最新的情形是如何呢 其實透過畫面可以看到 現在這個雨勢和風勢都有漸漸的降下來和吹起來 那可以看到現在記者現在所在的位置 就來到這個南迴公路上面 因為可以看到可能是受到剛剛一波大雨的影響 其實現場是有土石貪方 而且有落石的情形 那麼從透過畫面看到眼前的這些大大小小的落石 這個相關的人員都已經抵達現場要來做清理 因為現在公路還是開放通行的狀況 所以就怕這個人車經過是有危險的狀況 因此相關人員以及警方也在現場進行交管 以及處理這個落石的狀況 那可以看到其實剛剛落下的 其中還有包括像車一樣大小的這顆落石 就這樣掉下來 那可以看到其實受到風雨的影響啊 這個上面的防護網都已經遭到破壞 那上面的樹枝以及這個落石 也是通通的掉到這個南迴公路的上面 還是要提醒民眾 如果有經過這個南迴公路段的話 真的要特別注意 所以一旁的山坡呢是很有可能土石鬆動來導致貪方掉下這個落石 那現在呢其實剛剛吊車啊也有來過一趟 不過因為現在的落石比較大 而且呢數量也比較多的情形 所以呢這個吊車呢可能還要再多快幾輛過來才可以清除這個道路上面的這個落石以及這個樹枝的狀況 那提醒民眾稍晚呢可能風雨越大這個公路上面呢也有可能進行交通管制 以及呢甚至更甚至是風路的情形 所以民眾如果有經過這個南迴公路路段的話 要特別注意相關訊息 以免呢是遭到風路過不去